推荐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玉蚊柴場 現在同時,否釋政治 記者,我們嘗試一下去查查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們再有新的消息,我們在這裏報告給大家聽 在這裏旁邊,Dennis,請說 Hello,你好,裁長,你好 多謝你 今天,現在我們紀念8.31,7.21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我們身為美國這邊的 我們早幾天都有一些活動 去紀念香港的情況 現在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美國更加努力去制裁香港的警察 讓他們不要事務忌諾 以為真是沒有網管,以為真是共產黨撐腰 就甚麼都可以做 接著之後還要移民來美國 還要來美國旅行 這些混蛋,我們一定要美國制裁他們 而美國如果怎樣可以制裁他們呢 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一定要特朗普當選 你講來講去最重要是想起這句 這句真是punch sign 我先在這裡先聲明 其實我也有些朋友有些聽眾 不喜歡特朗普的 這個我首先要在這裡申報 他有些是完全反特朗普的 但我相信在你們那邊來講 你們現在做的令到香港的事情 香港現在發生的事得到美國和世界上的關注 我覺得你們做得很好 我前一天看你們在L.A.和美國其他地方 都有些做到一些很iconic的影像出來 例如說是否你們做了一個香港示威圖像做一個雕塑出來 是啊 有個民權人士 台長早晨 三長在這裡 有個維權的雕塑家陳偉明做過很大的雕塑 紀念香港的觀眾 我覺得做得很好 那個其實我們香港人都要知道 因為那個真是表現到現在我們那個年青人 他們去面對那個警暴那種奮鬥那種心情 你是否Rufer你是 是 幸好我拍到那把聲音 是 我喊到沙了聲 所以 對 我知道你在那邊很勤力 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事件之前 你當地香港人有沒有自己有一定一個網絡 大家可以聯絡到還是 還是這次香港這個事件 觸發到你們去建立到這個香港這個網絡 其實我們這個網絡一直都有在 而其實在 抑敏參選那時候都已經存在了 OK 所以很久歷史了 有不同的組織有做不同的活動去參與香港 不要只是說香港你的聽眾那邊 我們這邊其實很多人都是不喜歡川普總統的 是沒錯 但是我們有一群朋友 他這次就會準備投票 因為他知道拜登不行了 不行 你看過有沒有看過一句訪問 他訪問的時候睡著了 哇 大哥這樣都做了總統的 如果他當選肯定做不足四年 是啊 我們最擔心的是 他上去之後 他會忽視香港這個情況 OK 所以我們香港現在有好像百萬五的美國選民在那裡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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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們可以投票的 那我現在去哪個網站 這個FVAP.gov就是一些傳送門 是給海外全世界的美國選民 或者是到十八歲 十一月三號總統大選日十八歲的 所以現在十七歲半都可以去申請的了 去登記做選民 就是FVAP.gov就是給海外的美國人 來登記做選民 還有去參與 去投這個 有遞選票 去做這個總統選 因為現在時間不多 他們馬上要馬上去登記 然後裡面有說到每個州 州份他們 因為香港人 我們每個州的要求都不同的 他們進去那裡 他們就可以知道自己本身哪個州 就做些什麼 那他們就真的要馬上去做 還有呢 如果他們 是準備投拜登的呢 我就呼籲他們 忘記了 你們可以不做了 Dennis和Rufer 我有個意見給你們 你們聽一聽 無論現在支持Donald Trump也好 或者拜登也好 我想在美國的香港僑民 香港人 他們要將那個香港的議題 推出到那個大選的辯論裡面 就算他們在裡面提一兩句都好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在那個總統辯論裡面 有記者問到涉及香港的問題 叫他們兩個表態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相當好的事 是 總之一定不可以將香港這個字 不提 總之一定要提到香港這個字 但是呢 我相信在民主黨 就算看我們看他們的DNC 看他們的DNC 他們都沒有提過 但是 在RNC 就是Republican那邊 他們都有提過 是 最重要的是這個 在Republican這個convention裡面 也有提過 所以我們很明顯看到 民主黨那邊 他們是不會去理這件事的了 很可能 是不是 我們根據他們的動作 很可能 推算他們不會怎麼理 所以我們呢 這次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民主黨 共和黨這邊那個 RNC的標數 標數不夠 我們其實有一點想 就是要告 就是差不多借My Radio來 去告急 告訴香港人知道 在香港那邊的選民 也都要繼續去 要 要 要 你現在 這個是做得很開頭 但是你一定要延續到 去美國總統大選那裡 就是換言之 現在由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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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即是三個月要保持到那種動力 要保持住 他們要提提香港 這個是一個 涉及到美國的外交政策 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是嗎 你現在總統辯論裡 要有這個問題 台長 其實剩下兩個月 因為你們那邊 明天已經是九月一號 而這裏的大選 是十月三號 所以正式來說 是只有兩個月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民主黨和中國合作 我都不覺得這個是一個誇張 因為民主黨他們在推行的政策 比如說 如果叫武漢肺炎 叫武漢肺炎之旅 他們已經在通行法 來入罪 說是種族歧視 是racism 也有這個 他是這個 因為香港的朋友真的在香港親歷其境 他們真的不要聽CNN、MSNBC、Bloombley 他們那些的Fake News 他們一定要真的留意Fox 或者留意我自己的 要看Fox的了 要轉台 不要看CNN 看Fox CNN、MSNBC他們在意的是view數 他們不是在意報道的真實性 他們都是去拿眼球 他們不是真實報道 如果美國有什麼冬瓜豆腐 他們都是無所謂的 給了view數 多謝你Ruth 和Dennis 多謝台長 多謝 拜拜 多謝了Dennis和Ruth 我們下一位就是馬先生 我們現在接近給他 就是剛才我看那個人父島地 可能都是涉及一個 可能是一個示威的人士 我們還在追查 究竟那個過程是怎樣 馬先生 你好 請說 你好 台長 多謝 我今次想關於這個全民檢測的話 因為 我想佛祥的了解 原來我做事的地方 頭上就是全民檢測的檢驗中心 嗯 原來今天我跟那個部門的主管 就跟我們講到就是說 他都問我們 明天就會做這個全民檢測 他問我們有什麼顧慮 其實我看到兩大顧慮 原來呢 因為我暫時收到他的資料 我們做人跟這個離檢測 可能有機會共用同一格 嗯 還有我再問過 雖然我看過 我看到那個政策的環境 理論上就說很寬敞 大家好像很夠距離 但另一個顧慮就是 那個通風系統 其實很大隱憂 因為其實我們是同一個中央禮系統 這個最大的顧慮就是 上面的檢測中心的地方 可能會去那個中央 可能會落到我們做事的地方 很可能很擔心就是 現在很擔心的就是 我們做事的地方 可能都會被一些空氣影響 到現在我們沒有事 不便會有事 嗯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憂慮合理 因為很多病菌 很多染病的情況 都是在中央系統的菌停留在這裡 所以你說剛才的電梯和中央冷氣系統 絕對是你們應該顧慮的地方 沒錯 你自己想著有甚麼保護措施 我們這樣跟處管商分別有兩個方案 第一就是 因為其中他就針對 共用這個問題給他們開達貨電梯 雖然那裡有問題 但是貨電梯本身都乾淨 也有限的 是的 而且加上就是那個環境 可能有些人真的不小心走後悶 那就麻煩了 不出事了 還有其中一個地方就是 我說回那個檢測中心那裡 我問過相關的 他轉達那個訊息 就去看出檢測了 我問他 其實呢 那些檢測完之後 他們是去沿路走 還是有另一條路讓他們走呢 然後我暫時收到消息 但未經證實 是沿路走的 還不搭乎同一架上你的電梯 嗯嗯 我想問一下 面對這樣的情況 沒有好的安排 你竟然拆脫了 跟我們說 嘿 你們那些傢伙 對抗中央 不容國安法 拿著你一問 是啊 很浪費大鋪 那現在那個方向 我們就說 他叫他們可以去 去到另一個地方做事先 那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部門 在另一個地方做事 那我們就說 那段時間你可以調去那裡 那就可以 避一避 嗯 嗯 當時那個方向就是這樣 但是 這個實在地 不做的原因 真的沒有用 而是 而問題就是 以我個人為例 我已經做了兩次 就是我個人做了兩次 我去拆脫了兩次 暫時都沒事 那為什麼不做呢 如果 加上我自己 我有一些傷害醫療的優惠 那我可以做一些 第一次醫生 去拿那些的養本瓶 是免費的 嗯 那為什麼我要去 為什麼我不去我那裡 坐月子來做這個事 而且 但是我想跟那個網民說 那個聽眾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 被那支棒捉住 你的鼻子 然後捏一捏一捏 嗯 很痛苦的 嗯 如果這個是專門 你看鼻咽喉 我才會有些外規 這樣撩進去看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想這樣做呢 還有 所以大家 如果 真的覺得有需要做的 那你都 考慮清楚 是 我覺得真是 我打不起醫療費用 又免費又行律的風險 可以去的 但是如果有其他 最討論的 最討論的就是 我知道有些區議員 都在做這些相關的檢測 還免費的 其實是可以有第二條路 可以選擇的 是應該宣傳其他 可以檢測的途徑 但是就算檢測了 都不等於你遲些 沒有機會 沒錯 你檢測了 即是你那一刻沒有 不等於你遲些 不會有染病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都很方向 對 我也是建議你 你剛才都有個選擇的途徑 就是可以避開一會 我也是建議 我絕對同意你要避開一會 這個 我那個主管都知道 我都希望 因為他都說要問問題 其他同事的見面 但希望成事 因為實在地 不想和他們同一家 這個太危險了 多謝你 謝謝 謝謝 各位加油 拜拜 多謝 我們再接一下 李先生 我現在看到一個小小的報道 就是這件事件 大概在十點 十多分時發生 市民跟記者說 剛才這位任父和老公 質問為何警察推她老婆 兩個人之後被警察制服了 可能就是這位任父在這個時間 是跌到地上的 在電話旁邊應該是李先生 是嗎 是的 台長 我聽了你們很久 我想問在以前 未有國安法之前 你們這個節目打進來 是否有很多人打來 還是怎樣 一路都那麼多 為何你會這樣說 一路都很多 不過 應該這樣說 有時候 譬如因應的新聞 譬如那晚有些特別的事情 在大概一兩個小時前發生 其實會吸引到更多的觀眾打來 但其實一路都很多觀眾打來 我想說一下 現在美國經常擺陣 經常都不動 我真的很懷疑 是否真的想打 你又怎樣看呢 你說美國是否 是的 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分析給你聽 其實現在美國 在特朗普的主政之下 他要將整個大選的議題 由內政改為外政 外交 特別是涉及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但他不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我明天跟台灣建交 我將所有事情改變 因為這會造成一個很大的 不能預測的後果是怎樣 但是他要做這件事 他是逐步逐步 將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升級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今天剛剛有一個消息 就是環球時報 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懷疑美國的軍機 在台灣那裡起飛 他說如果證實到 這個是會打仗的 我相信如果在美國角度來說 就是他做一件事很曖昧 是要曖昧少少的 令到你是介乎 你又要發怒 但你又找不到一個理由要打的 就永遠在這條線上面 另外一個 其實現在情況有點像 偷襲珍珠港之前的局面 就是當時美國和日本的關係相當之惡劣 但美國又因為國內氣氛 不可以選擇去和日本開戰 那他便等 他便禁運你石油 做到其他很多 日本要選擇一件事 就是究竟要不要和美國開戰 要做這個主動 那個歷史是可以和現在這個做一個參考的 但我覺得如果特朗普這個想法 不得大將之風 因為你很明顯的 就好像一個腫瘤那樣 你有得他繼續生 他只會拿你的命 你明白嗎 如果你還是這樣 又怕這個 又怕經濟大衰退 你做手術都有風險 我覺得 不是真的大將之風 我同意你這個說法 但問題是社會氣氛不同 譬如你在八十年代 在列根上當時 他便做到你剛才那樣 因為當時美國有一個很強的共識 就是對那個共產主義陣營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 覺得是美國最大的軍事威脅 美國國內本身都有頗強的共識 在這方面 但現在美國沒有這件事 大部份美國人都感覺 就算如果真的不說打仗 你也起碼叫撤僑 我說了給你聽你美國公民 拜託你那些住在一帶一路那些 馬上好走 我說了給你聽 他說你回來 那你不回來也沒辦法 有些人真的不回來 他可能不回來 那到時帶上來 你自己搞 這也是跟八十年代不同的地方 就是當時 如果你譬如說 要跟蘇聯紮馬 你沒有甚麼人在蘇聯 你跟現在的情況不同 因為現在的經濟 全球化已經令到很多人 根本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在美國也有很多中國人 在中國也有頗多美國人在這裏 大家一齊 一說要撤的時候 其實變相等同宣戰 所謂變相等同宣戰 意思就是 你已經告訴別人 你聽戰爭的機會是發生的 發生的機會是相當之高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躺在這裏 你到人大過你的時候 你沒得選擇了 因為那些活摘器官 那些都做得出的 那他打你轉頭 真的不出奇 你也是死的 想人不得長遠 可能他覺得他自己都快死了 他死之前總之不關我事 但我死之前沒有搞我 這樣就沒有辦法 我又沒有講得你那麼極端 但我同意某一個程度的分析 就是他們不能看得那麼長遠 他現在首先看一件事 就是要連任先 如果不連任就甚麼都沒得說 最大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在這兩個月內發生甚麼事 那麼剛才你說到 譬如說那些所謂撤僑的問題 我只能夠作一個英文的術語去說 collateral damage 即你在戰爭入面 你發生這樣的情況 就是只能夠說不幸運 你現在都是的 你剛剛擺了陣在這裏 你打了上來 你又不見了那些人 我不知道他意思是怎樣 即是現在擺了陣 我雖然沒有叫撤僑 你自己聰明 即是這個意思 否則都很不負責任 譬如你說撤僑 可能中國又不讓你的人走 可能真的會掩蓋 你現在就算你現在說 他在中國撤僑都未必 真的可能出現你剛才說的情況 不要說別的地方 香港都可能是 不過我相信這樣 這個計算不是一個大規模戰爭 是一個小型的衝突 在一個可控範圍之內的小型的衝突 你小型衝突 但是大家大陸的人去撤僻著美國 那麼多美國人 你到時怎樣 沒有的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 我相信 無論民主黨和共和黨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會將和中國的對抗 上升到整個他們的政綱 最高層次 這個對中國也沒有利 如果你說要用到那麼低 好像用加拿大方面的手段 譬如劫持一兩個美國人 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 我相信是引起全美國 引起美國人的公憤 簡單來說 所以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只能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核戰 可以撒時間死去的人 即是沒甚麼痛苦的人 都好過現在這樣 很慘 不是,核戰不會沒有痛苦 大佬,核戰是極大的痛苦 他很迅速令你死亡那一隻 不是的,不止的 你看長期和廣島那些 多謝你艾四先生 我們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四再見 拜拜